为了保护维生水镇台东县东海岸原住民部落创设碑桨制度负责灌溉水路畅通 到现在传承超过百年了 而台东也是台湾目前谨顺能够落实碑桨制度的地区 为了表彰农民互助灌溉精神 台东农田水利会日前在东河湘举办了碑桨交接仪式 期盼把这个文化继续传承 新鸠任匹长在台东水利会会长罗应健兼交下完成交接仪式 好 非常感谢会长以及两位碑长 好 请就位 农委会与台东农田水利会会表彰台东海岸灌区农民互助灌溉精神 特别扩大举办当地特有的区长交接仪式 是我们老一辈子的所做的 当初还没有这个塑胶馆的时候 是用竹子做塑胶馆 所以说那时候大家以我的现在的年龄已经知道 他们以前是这样的做 所以说这个塑路是我们自己老人所做出来的 我们要自己维护到永远是这样的 皮长制度源于144年前 东部海岸原住民为保护维生水塑所创设 由农民自发性组成农田灌溉互助组织 并轮流担任皮长 负责灌溉水路维护工作 几经时代变迁目前全台仅剩东河成功及场滨地区保留 此项传维护制度的设立不仅承袭 在地鲜明对水资源的智慧 也大大节省维护管理经费 并能迅速掌握通水时效 他帮助水利会管理到我们所有的军路 就是平常的时候他们会去维护 我们就不用那么多 浪费那么多的人去管理 那真正遇到大型灾害的时候 他会报告我们 会回报给我们 我们在出动重型巨巨 希望借着这杯长的制度 能够再要求水利会 恢复原来以前 小几小牌部分 由农民自主来清理 那在整个农田水利失业的推动上 会更完美 传承超过百年的皮长制度 随着部落人口老化 宪政也将面临交接断层 互助合作的文化 是否能如信物一般代代相传 也成了当地农民的担忧 记得夏佳惠 东河相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